農莊搖滾 所有只要跳過藍心美的 一定到現在為止 都還知道怎麼跳 厲害了吧 Go disco then 對啊 就是 每一個人都要會 對... 每一個人都要會 對啊 還有... 那個就... 對 還有衛服 不是 還有這樣 對... 對不對 很傳統... 來 下面走 什麼很傳統 很經典... 我們今天聊的是大家敘舊 我們當時怎麼會湊在一起 妳出道久還是我出道久 我吧 只是沒有哄 我比較哄 我第一張專輯 容妝搖滾就哄了 只是案件不得了 不得了 欣梅那個舞蹈 那個時候十七八歲對不對 我十六歲 所以沒有人知道 他十六歲之前幹了什麼事 講到發片 我是怎麼發片的 我不是歌唱的好發片 是因為那些唱片公司 覺得我主持這麼多節目 所以那公司就把我牽進去說 來 你發歌 你就是他們的師兄 所以我就讓師妹 師弟他們來上節目 她是因為這樣方便 才叫我去發歌的 留意在五十年後才知道 其實這個我也是一直想不透 想不透 好 整個 農莊搖滾 所有只要跳過藍西美的 一定到現在為止 都還知道怎麼跳 厲害了吧 Go Disco 店 對啊 每一個人都要會 對 每一個人都要會 對啊 還有 那個就 對 還有胃腹 不是 還有這樣 對 對不對 很傳統 來 下面 什麼很傳統 很經典 對 還是老爺 對啊 人體是否則 包青筋 好 你什麼表情 一個很好的補妝 總會變成這樣 不是 因為 經典 那我覺得 你真的比較適合 你知道 包青天怎麼來的嗎 包青天是因為華視 Molly 三聲窮 華視大樂隊的總指揮 沒錯 她打電話給我說 我剛剛到三天 叫我中午趕回去 幫她錄一首歌 包青天 對啊 那為什麼錄包青天 是因為 當時瓊咬的戲來不及上檔 那華視怎麼辦 那說那我們拍個 十二集到二十集的 包青天 把它撥一撥電檔 她說你回來幫她唱 就在那華視那個音樂廳裡面 他們已經弄好音樂 就錄大概二十分鐘 我就唱一遍 兩遍 她就說好了 我說 妳怎麼那麼隨便 什麼叫好了 反正這電檔的講 結果大 多兩三百集 這兩三百集 你都一直忍耐 你都不想要重唱 沒有 有人說 Pitch不準 那個音不準 就是因為這樣 而且有幾個字你們聽 還有那種 包青天